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这几个内容 在大概是12月21号的时候 微信小程序从11、2300直接更新到了12、2100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腾讯总共大概修复了和更新了100多处的地方 很快速浏览一下,就只有3个 然后还有对于开发者工具的基础功能的一些更新和优化的17个 总共加起来大约是100个 这个版本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同学也改了不少的地方 然后但是这个版本公平的来讲 真的是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特别是新增的分享 还有扫一扫和代参数的二维码 这几个功能非常的有意义 像模板消息以前是就有的 还有客服消息也是新增的 非常的有意义 建议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版本的更新说明 好,看一下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大概的看一下 更新了之后对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影响 好,我之前也说过了 关于后续版本的所有的更新 还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改动 我都会在我的这个支付专栏这里详细的给出 对我们项目有影响的或者是一些新功能的一些解释 这样因为我想持续的 因为视频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对不对 我们开始规划的是12个小时 但是现在目前录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快15个小时了 这个已经超出了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知识的学习不能被这个视频的时长所局限 所以说我会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支付专栏 持续的来跟进小时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希望能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小时序的知识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 把122.100的一些问题 让大家来熟理一下 首先看一下最重要的 对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一个影响 对我们项目的一个影响 稍微放大一点 这是我整理的122.100 对我们项目影响的一些最重要的 这个点 一个是Redirect2和Navigate2 这个Redirect2从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不能跳到这样的一个带有type选项卡的页面去 只能用Navigate 但是Navigate2当时是可以跳到这样一个带type选项卡的页面 那么在122.100版本更新了之后 这个Redirect2和Navigate2都不可以再跳到带typebar选项卡这样的一个页面去了 小程序给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接口 就是这个SpeechTime这样的一个接口 看我这句话 专门用来跳转的带有typebar的页面 这是一个点 所以说之前我们用Navigate2去跳转的时候 现在目前你去触发这个按钮的时候 整个页面是没有显示的 关键是腾讯不仅是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 把Navigate2这个接口给屏蔽了 更重要的是没有给出任何的错误信息 它的错误信息并不是直接报错 而是在那个API函数里面的file里面 如果你定义了这个file里面的话 定义了file这个函数的话 它会把这个错误信息给打印出来 意思就是我看一下大概是英文是说的是 不允许再使用Navigate2跳转过去了 或者是Redirect2跳转过去了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快点过一下 这个SpeechType 你只能跳转到带有type的页面 你不能跳转到不但type的页面 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要跳到一个不但type的页面去 你还是要选择Redirect或者是Navigate 那么SpeechType是不行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好那么第二个 Page的unload函数里 不可以再直接对data变量复制做数据绑定 这个也是这次更新之后产生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是发现了这个之后 我为了给大家去讲解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 为了让大家更加理解它绑定的一个时机 所以说我有几处的代码是用this.data 直接去做的数据绑定 而不是用的官方说的这样一个sign data 所以说在这个版本更新了之后 通讯不知道为什么 就更改了它的这个数据绑定的生命 数据绑定的执行的时间 这个this.data的复制方式 在unload函数里是无效的了 至于说以后会不会再恢复过来 这个不清楚 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数据无法相载的情况 请找到this.data里面的相关代码 把它全部用sign data的方法 重新的改写一遍 没有多少地方 大概只有两处是需要改 sign data 这里是一个实力代码 我已经把它给改过来了 在Pagehost.js这里就是这个问题 sign data 好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再看第三个问题 好 那么说到第三个问题 关于wxrequest方法的content type参数的问题 我是真的就有点生气了 之前的老版本的时候 用content type applycasing-jason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直都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在上一个版本 不是12100版本 12200的上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之前也是跟大家说了 这个content type 不能用applycasing-jason 除了applycasing-jason之外的任何一个 空置不串也可以 随便打一个XXX 或者任何的东西 都可以去成功的访问 我们的课程也是这样做的 并且我这个content type 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空置不串 然后在12200版本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更新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content type这里 你不能为空 不能直接写一个空置不串 你可以用jason 但是并不是说你只能用jason 随便你写什么 你这里把它改成一个XXX 或者是AABPPCC 反正不能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applycasing-jason 这个不可以 第二个不能是空置不串 除了这两个之外 随便你打什么字不串 这里都是可以成功去加载多半数据的 这是一个改动点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 主要是三个这样的一个改动点 那么等会还有一个改动点 我等会会把它给堵在这个后面 然后我们现在视频里面给说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生命周期的图 这个生命周期的图里面 为什么我之前说 在unload函数里面 可以用this.date 直接复制的方式做这个数据保定 并不一定要用这个setDate 我们看unload在什么时候 unload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但是你看它的数据的出手化和渲染是在什么时候 你看它是在这里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在unload之后 所以说你在unload里面去做这个数据 绑定变量更改的时候 你首先是改变了这个变量 其次它才把这个initial data 散掉了出去 然后才做这样一个渲染 所以说this.date 按照这个图解来讲的话 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本来它就应该是可以正确执行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估计是这个版本通讯 你看我们刚说到这两个问题 都是和生命周期相关的 我估计是底层改动的比较大 但是这个都没关系 问题我们都解决了 还有关于unloading 还是一定要在unloading里面去做UI元素的操作 好 那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好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不是版本更新造成的 这个在mow.js里面 有一个unloading refresh方法 就是做数据刷新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记住在这里 要把total count给制为0 如果你不制为0 你下一次去加载数据的时候 不是从0号元素开始加载的 这个地方要记住 这个地方我之前是想给大家去设计 一个这样的一个坑 但是最后我可能把它忘记给改了 好 那么我们快点来看一下 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 我们自版说了 在mow.js这里 有一个做数据刷新的一个方法 就是unloading refresh 这个地方当你去重新加载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这里有一个把total count给制为0 这句话大家把它补充上去 如果你不制为0的话 它下一次去刷新了之后 再去加载 它不是从0号元素开始去递增的 它会去有一个20条数据的条约 这句话大家把它加上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也是12100版本更新之后 新增的一个 因为我刚好讲到加了一个 imedi的三种说法和9种裁剪模式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看文章这里 imedi这里 我们之前讲了 这里总共只有12种 先是新增加了一种说法模式 what is fixed 我们看一下宽度不变 高度自动变化 保持圆度宽高比不变 这个是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个会让你突破 你原来设置的 imedi的这样一个高宽 按照图片的一个实际的 一个尺寸来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讲的话 不如我们直接看一下实例 more detail 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原来的 我们原来的是 spect file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再回顾一下这种模式 好 我们点这里看一下 看起来 这是spect file 它会对上下会有一个裁件 好 那么我们把它调一下 把它改成它说的这样一个 what is fixed 我们看一下效果 看见没有 这就是它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它有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要的没有这么高度 我们其实只要它上面这一部分 所以说这种模式就根据你自己的 具体的借务需求来 它是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宽高比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会突破你对于这个图片的一个限制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高度不需要这么宽 但是它可以保持这样的宽高比 好 这就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小的一个裁剪模式 好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 因为小程序它一定会持续的更新 会给大家增加越来越多的组件 越来越多的API 所以说视频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到 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知乎里面长期维护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在这里不仅仅是会修复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括每一个版本新更新的一些知识 我都会把它尽量的都给整理在这里 你看这是我说的一个122100版本的一些新的比较重要的功能 我在这里都做了一些分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事例 代参数的二维码扫描 这里我把事例代码都写出来了 并且运行的效果也都写出来了 还有个第二个是分享功能的使用与注意事项 你看这个分享功能 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可以抵达小程序内部的任意一个页面 那么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 然后从这个其实从小程序这个不断更新的版本里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能力 什么样的能力 就是一种持续学习的能力 所有的视频教程它能够帮助你 就是能够让你让你能够快速的入门 让你能够花很少的时间 就可以快速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知识领域里面去 但是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去持续发展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持续的去跟进和学习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对编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点 同学现在把开发者社区这个地方给公开出来了 它的入口在哪里呢 它的入口在文档的Q&A这里 这里有一个开发者社区 然后你需要用你的微信扫描它的二维码 扫描之后就可以到社区这里来了 我看了一下社区里面全是反馈BUD的 好 那么同学们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集课的内容 现在是2016年12月24号的23.36分 今天也是平安夜 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么圣诞节过完了之后就是元旦 元旦我们的2016年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2017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每年过元旦的时候 然后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一句话来 我也是一直拿这句话来激励我自己 就是纵使秋风起人生不延弃 那么我希望大家 不管你是一个学生也好 还是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也好 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永不延弃的这样一种精神 编程的路本来说实话真的不好走 它需要你大量的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你的精力 因为所有的知识的更新换代都是非常快的 特别是IT这个行业里面更新的速度尤其如此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 有时候你真的需要把编程当做是一种乐趣 不能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茅生的一个工具 因为编程它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事情 所以说只有你什么时候真的是把编程当做的是一个 比较享受的一个事情的话 你才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 我一直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在编程上面的差距 其实就在于这一点上面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美国人他编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40岁50岁甚至60岁的人 他还在编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编程看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编程对于他来说 就是去实现自己创造力的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去学习一下 他们这样的一种对于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只有你在一种非常放松的情况下面 把编程当做是一种工具的这种看法上面 你才可以更好地去实现你的想法和你的价值 当然我们学习编程的首要目的 肯定是让自己首先能够自立 能够自己去养活自己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妨尝试着去用自己所学到的编程知识 去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情 去实现一下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和价值观 来面对编程以及编程的学习 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 我现在写代码的时间不多 更多的时候是要去从事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代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即使我再忙的话 我都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代码 因为我觉得编程这个东西 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更生蒂固的一个事情 这不会说是因为我现在是要去做管理方面的工作 那我就不去写代码了 所以说有时候我非常享受这样编程给我带来的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这种成就感也是很多同学去持续去编程的一种动力 这是一个小小的心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还是来继续来讲我们的课程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完成Move Detail 它的WXML文件的编写 好 那么这里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spack file 这个最适合我们的图片显示 那么这里的src 我们上节课是为了给大家来讲这个一一级的彩点方式 所以说我们用了一个固定的图片 这样的固定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现在要改一下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gs代码已经写好了 数据已经从豆瓣这里加载过来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把它改成数据绑定对不对 双发过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是Move对不对 Move的哪一个属性呢 MoveImage 好 Move.moove.move.mg 好 这样的一个绑定 好 再放大一点 好 接着呢 这个图我们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完成图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字信息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加快点速度 我们把代码复制过来 一边复制我们一边讲 好 上面是所有的文字的一个conferent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里再加一个view 好 这个样式名就是hide image hover 然后data src 这个是move.image 然后开始type是view move post image 是做这样的一个点击操作的 这段代码先不要了 后面我们再说 就是做放大图片的 我们后面再补充 把它补充上来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 编写这个标题 这个text 这个text 样式是nantitle 然后这里绑定了move title 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应的是这个 大话西游子达成曲心 这样的一个标题 接着 是第二个 年份和电影的产地 move country 中间加了一个点 然后是move year 接着是上面的这样的一段代码 你一起复制过来 有数据一下 这段代码我们看一下样式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多少人想看 多少人喜欢多少人想看 然后这里是评论的条数 这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看一下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这个 19576个人喜欢75351条评论 这样的一段代码 好 然后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悬浮 在这里的一个电影的海报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加上一个1密集 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 样式什么1密集 然后绑定 还是这样的一个电影海报的图片 跟这个地方绑定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我们是用来做背景的 这里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悬浮的海报 然后这里也绑定了一个 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一样 我们都先不要它 我们后面再加 好 就这样吧 这么一段简单的话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到哪里了 然后这上面的整个的元素 我们实现完 对不对 然后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电影的文字简介 好 文字简介 summary 我们来复制过来 好 我们格式化一下 好 再放大一点 好 summary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电影的原始的别名 耳音间title 这一段文字 然后这里是评分 然后这里是一个template 你看这个template 这个template 我们用了多少次 这个template就是这样一个星星的组件 我们再次用到它了 这里的组件 我们再次用到它了 这里我们就用template 把它引进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data的传递 和其他用template 这个星星的template的地方是一样的 都是把从豆瓣获取来的数据 再次用data的方式 绑定在这里 并且传入到template的模板里面去 这个意思就不说了 就是说你要引用这样一个stars template 好 那么我们这里是还要再加一个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模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模板的引入给写在这里 这句话把星星的template给引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路径对不对 木尾点点上一集stars 对的 好 那么我们说到了stars这里了 那么这个小段就完成了 然后上面是一样的导演 这里绑定的是导演的名字 然后这里是movis 引人 然后这里是类型 然后我看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类型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段这里我们实现完了 然后下面这里是有一条线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线的代码加一下 很简单 就是一个 我是用这个view来实现的 好 这个代表了一个水平的直线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是这个剧情简介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剧情简介 好 然后这里是剧情简介的名字 看到999 然后这里是一个summary content 绑定的是movis summary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统一 到时候把它给加到样式表里 我们不这么写 我们把它加到样式表里去 好 下面又是一条线 我们看一下 上面有一条线 对吧 上面还有一条线 这里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 但上面确实实是有一条线的 好 那么这样的一段 我们就实现完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就要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横向的screwview 这是我专门挑的一个知识点 因为我们之前用的是screwview的这样一个纵向的 就是在我们去做movis grade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纵向screwview 那么这里我们来实现一个横向的screwview 好我们看一下代码这里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首先外面是一个容器 样式名是cast 然后这里是定义了引人的这样一个样式 就是这里的一个小的文字 两个字引人 好 那么这个引人完了之后 我们用了一个screwview 然后screwview 这里是重点 我们用了让它在x方向是true 这样它整个的screwview 就会呈现一个横向滚动的方式 这个地方的样式 等会我们编写完了之后 一起再把它给移到样式表里去 我们现在先不把它删掉了 然后在screwview里面 我们去循环绑定了一个movis cast info 这个就是我们detail 这里已经获取到了 对不对 看一下这里cast info 这里是一个宿主 这个上节课也讲到过了 我们用一个UTEL里面的方法 把它转化成了我们要的一个宿主 好 那么block 然后循环 对不对 每一个循环下面输出一个view 这个view下面同时带有一个密集和一个text 就是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这里可能看不见 电影海报下面有一个一张图片 加一个名字 图片对应的是item的密集 然后class对应的是itemName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骨架结构 那么整个的骨架结构 我们就全部编写完了 接着我们来实现一下它所有的样式 这些所有的数据绑定 大家如果不记得了的话 就到movis detail 这里来看一下 最后就是从这个movis 这个jaos group对象里面获取到的 每一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好 接着我们来写这个wxss文件 接着我们来写这个wxss文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